欢迎来到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要有预告嘛 对不对 你常常收看正月节目 我们家正月节目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 我也不能讲所有啦 这百分之90啦 正月百分之90 基本上所讲的股票 通通都有预告 通通都有预告 我不会说今天突然跟你分享 哪一档股票涨停板 不会 在我这边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那当然今天台北股市下跌166点 那很多人对这些行情 开始又产生更大的疑虑 昨天的疑虑可能比较小一点 今天稍微更大一点 来看台北股市 感觉这个盘怪怪的 今天下跌166 台北股市的K线 还是没有破 没有破 跟其他的比起来的话算强 跟日本比的话 跟韩国比的话 这是韩国 都破了嘛 都破了 这是韩国 这是日本 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昨天 投资票你们发现昨天 先看一下德国 德国昨天下跌3.27% 再看一下 法国 下跌多少 下跌3.58 感觉好像欧洲开始大跌 那如果我们把近期 下跌的 这三天 你把它遮起来 投资票 这三天的下跌 我觉得算合理 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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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涨多了 涨多了下跌是正常的现象 投资朋友 股票市场就是如此 涨多了他一定会下跌 不是吗 费城有大跌吗 没有啊 但你说美国 道琼 道琼我认为他也没有什么下 没有没有说跌到让你会受不了啊 没有啊 还好啊 真的都还好啊 那台北股市 也还好啊 投资朋友好来 那投资人会会会会会担心下跌 这是正常的现象 但你担心下跌 你又不卖股票 这才是我替你担心的地方啊 投资朋友 你今天开始有点恐慌 那请问你有砍股票吗 你有卖股票吗 那没有那你担心的什么东西啊 你都没有卖那你担心什么 因为担心没有卖是不是 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来到股票市场 很容易赔钱 很难赚钱 原因在哪里 你有思考过吗 今天稍微花点时间去思考 为什么你在股票市场 你常赚不到钱 那我们这边怎么操作 我这边都是用方法 而且讲求纪律 买进的时候 永远是在低档区买进 来到相对的高 你也要懂得要先跑 当然我适当时间 我会分享很多很多 适合你买的股票 我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 开始看政军的节目 如果是从今年的年初 到目前现在 如果你都按部就班 什么时候我们就买什么股票 你是不会担心台北股市的下跌 那会担心的人 我可以这么说 代表你从今年的1月 2月3月 你在股票市场是没有赚到钱的人 你会财不财 为什么 不贪钱 1月2月3月 1月2月3月 你都没有赚到钱 而且你都赚小钱 你没有赚到大钱 那台北股市只要一跌 你会不会怕 你当然会怕 那为什么参加将军家族这边的不会怕 你来看一下电脑 老师你又要吹牛了 我吹牛 请问投资朋友 你有赚过这种钱吗 我这边卖了你知道了 你有赚过这种钱吗 有没有 有还是没有 你有赚过这种钱吗 但后面跟我没关系 你知道的 我只有这一段 而且我们这边都是 有讲 有做的 没有做的 我也不会讲 我也不会去酸别人 我也不会去酸别人 你这边买的 不会 那我问请问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赚到 大钱 如果你有赚到大钱 你根本不会怕台北股市的下跌 凭良心讲话 这哪有什么下跌 这哪有什么跌 只是没涨而已 哪有什么大跌 还好啊 只是你没有赚到 你没有赚到大钱 你没有赚到大钱 你每天听每天看 光这几档投资朋友 你是每天看 我们再多讲一下 二月份 就是过完年后回来 为什么 第一天我在讲红宝 你们有没有印象 1月30号 新春开红盘回来的第一天 我直接送给你的股票 就是红宝 请问你还有没有印象 那请问这张字卡 你有没有看过啊 1月30号 为什么当时我在讲红宝 因为这档股票是我们什么 这档股票1月30号 我们在哪边 我们在过年的期间有诚振的邀请你来 来登记什么 来拿六档兔飞猛进 还有没有印象 六档兔飞猛进 我说你过年期间只要来登记 过完年后回来的第一天 我们会跟你分享 六档六档六六大顺突飞猛进 你有没有印象 第六档股票 你拿到的突飞猛进的第六档 第六档 就是红宝 你过年期间有来的 我送给你的六档股票 全胜 全雷达 你可能忘得一干二净了 1月30号 你拿到的是什么股票 第一档股票同步核对一下 是不是这一档股票 它叫优群 你只要过年期间 你是过年的期间 你有来登记的 我们来同步核对一下 1月30号 你拿到的是什么股票 第一档它叫优群 第二档 请问是不是3624的光解 同时投资 投资朋友同步核对一下 好不好 拿到第二档 突飞猛进的 是不是这一档股票 那第三档是不是3027 胜达 同步核对一下 当然有跌嘛 跌我也有讲 我说跌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时间点的问题 我有讲过 那最后一档 是不是5258的红包 是不是 是啊 好 那老师 你落了讲第四档第五档 第四档第五档也是赚钱啊 都是20%30% 20%30%我就不好意思讲 有点落叉 20%20%30% 小菜啊 不是吗 那当然2月份很多吃吃喝喝 这些预热概念股 每一档我都完全命中 而且我在高档区 我都有什么 我都有跟你讲 你不要再追了 而且我讲的话 都不好听的话 我说你再追 是你老的事情 我用台语讲 有没有讲 有 我说那么低 你都不买 等到高 你看到开始一堆人 又开始介绍 介绍饭店 我说我看了都会怕 你们看看就好 有的人用十日线 当挺立点 有没有讲过 有 那你有没有听 没有 所以开场我讲过了 如果你今天会感觉到痛的人 代表是你从今年的年初到现在 你没有赚过大钱 你没有赚到大钱 是不是 那又碰到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 又碰到近期 四股银行 昨天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 瑞士信贷 那明天会不会又来一个什么东西的 其实你们不觉得怀疑吗 这些事情 难道他突然就是爆出来的吗 还是说他本来就是发生 只是说 没有把他报导出来 你懂政军在表达什么吗 你认为瑞士信贷这些 爆出来这些 都是昨天被挖出来的news 还是说他本来就是有这种隐藏性的问题 隐性的 那大家在热头上不敢去 去把它报导出来 但是媒体最强的地方 就是去挖 这个媒体最厉害 全世界都一样 全世界的媒体最会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挖舱巴 哪里有地震 哪边震的最惨的 镇央赶快去报 台风哪里最严重的 赶快去报 装那边晃来晃去 风好大风好大风很大 那当然了 近期的问题就赶快想办法去报 当然你说看 你现在所有看到都是负面的 那你开始就开始会有这种想法 糟糕糟糕 有问题 我相信今天你会看到很多分析师 都会去分析就是说 台北股市今天到底有没有问题 你看台北股市这些 股价最高的这些股票 千金股 千金股代表是大户在玩的股票 我想这个逻辑很简单 我想今天很多分析师都会讲 你们都有听到 那今天的强势股 强势股那跟我没有关系 你说这些什么千金股 涨停板的 我不可能带会没有去买这种千金股 但是我所要表达的含义就是说 这些大户它有没有落跑了 来看一下电脑 大户有跑吗 大户没跑 大户还是买它他们在玩的股票 这一张一百多万怎么买 这大户在玩的股票 这是股王一张两百多万的 请问这些股票它有跑吗 没跑 再来看一下我们家的股票 飞鸿 你看几天了 看很多天了 一家强不强 你自己看嘛 这跟台北股市有什么 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关联 投资朋友 有什么关联 那如果你长期来收看我们家的股票 我问你 你低档去买的 你跟我讲你会怕吗 你低档去买的 那我最近跟你推荐的没跌 幸运 今天还创新高 当然啦 老师 老师跌了 看你多长期 投资朋友啊 我低低的买 我今天 我今天还是赚钱 我还是赚钱 那我觉得下来 那机会 跟你要赶快跑 你自己选择 投资朋友 股票市场就是如此 今天很多人会跟你讲 危机就是转机 我认为危机是在于指数它有危机 但是个股它会有转机 不是因为说这些银行的倒闭 然后就会牵扯到 好的公司的营收会大幅开始要下滑了 那今年开始获利就衰退了 除非你买的是金融股嘛 那才可能有一点影响嘛 那如果你不是买金融股 你买的是好股票 我刚刚所讲的 你买的是好股票 那你看到瑞士信贷 那你赶快去砍 你的逻辑是对还是错啊 你的逻辑你认为是对的吗 你听懂我在表达什么吗 如果你的股票是跟 可能跟银行有相关联 可能刚好你比较倒霉 又买到瑞士信贷相关联的 那你当然要赶快砍 那如果都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要砍股票 代表什么 代表你信心不足啊 你信心不足就很容易赔钱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有时候你们自己 冷静下去思考 为什么你没有赚到钱的原因 那你就会得到答案 那当然了 我知道大家很害怕追高 所以我昨天也开始请你们 请你们来体验一下新的股票 那新的股票昨天没有秀K线 也是相对有一些原因 因为我也不喜欢你们去追高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昨天不是那个K线没有把它定格 但我觉得今天就可以让投资朋友一起来体验 因为今天它有跌 跟我昨天的想法是一样的 其实我昨天在跟我团队讲 我们本来就是预告这档股票是礼拜五要预告的 我昨天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是后天要预告 只是想说好吧 没关系啦 来反正这么低了 这么低了 这么低就来 来低档布局 来看一下 那我先把整个我们三月份的始末 你大概再听一下吧 或许你都不想听 不想听 再听一下 不好意思 因为三月份我们的实际上操作就是如此啊 我们的实际上操作就是这样 我也没办法跟你说八行啊 我也不会去跟你扯东扯西啊 你没有买到飞红 你可以买什么 这是一加 是不是一加 那你们仔细看这个图片 一加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一加也上来了 那你接下去锁定什么 镜头 今天给你看K线 昨天我给你看了两张图片 一张是比亚迪 我说比亚迪这一颗镜头 跟谁有关系 还有大江 大江知道吧 大江无人机啊 这镜头谁做的 这镜头跟谁有关系 就是他 就是他 那如果按照从月线的角度来看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一定看得懂技术分析 那请问新巨人 这一档股票 的月线 它是不是低档区 你们自己稍微研判 我希望今天你们也开始稍微有一点有判断的能力 如果你认为他是低档区 那你来 开放试吃 让你体验 如果你认为 这很高啊 老师这个技术面很高 又没有体材 如果你认为他高 又没有体材 那你啊你来没有用啊 你来也只是吐槽的啊 不是吗 老师这没营收 老师没赚钱 你讲的叫废话啊 你懂的我一定知道啦 你抱持这种心态那你来干嘛 你来你你你你来你来 你来跟有来跟没来不是一样吗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投资朋友 我觉得我们是互动的 就是说 你认为我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那你就来跟我拿 如果你是抱着啊 真的假的 代表你节目 我的节目你看太少了啦 真的还假 老师这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假的 代表你节目没有常常在看啊 你常常看我刚所讲的这些股票 包括我过年送给你的这些股票 你应该是背着滚瓜烂熟啊 哪一档我是造假的 没有 我甚至常节目上 我是叠我都在讲 我今天不是说都在讲我 我全胜 全部都都没有都不会有任何的失误 你是看这种节目吗 你今天看最多还在又在讲 你你不觉得奇幻先听对老师讲事情他们在干嘛 我不我不相信会参加会员的投资朋友 他们都喜欢买这种一两千块的股票 他们喜欢买什么股票 喜欢买像镇军这种股票 就从低档区 三十几块 老师你三十几块的华城 一段时间喷到七十几块 你看我跟你推荐的红宝 我从七字头 我七字头推荐你已经看到一百了 这才是你要来找镇军的目的啊 那我现在推荐的不是高档区 如果你认为是高档区 你千万不要来 如果你是认同 对哦技术分析 老师你挑的棒 低档区的买了买了多 买了又放心 而且有你不知道的内容 我知道的一定是你不知道 不然我不会推荐 我都知道你知道的我推荐 我推荐干嘛 所以说今天你相信的 麻烦你还是做好那个动作 让我找得到你好不好 那镇军一样跟飞红跟一家 这一档新的你只要有来 而且让我找得到你这一档股票 强迫让你赚钱 中场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刺卡 还没有加的麻烦赶快去加 因为加了加了这个很好用 这个很好用 赶快来 来飞红有没有赚到 飞红当时的预告 你有没有来飞红 那礼拜一呢 这是上个礼拜的飞红 那礼拜一呢 一家烤肉万家乡一家 没有来的没有关系 那甚至我有请你来拿这一档 一二月营收双征 而且营收二月份是创新高的 希望你赶快来 那我现在全新锁定的是这个 月线在低档区的 月线在低档区 跟什么有关 我把图放大给你看 跟比亚迪的这个镜头 跟大江的这个镜头是有关系的 你今天做好一件事情麻烦你 你加了ID之后麻烦你 一定要让我找得到你 我才能够跟你通知 你要怎么样上车 你应该怎么买进 希望你来体验 怎么体验 很简单 我们仍然是老规矩 老动作吧 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定次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